這邊這邊都晃 已經快到尾聲了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 Windows的小工具 就是AI即時換臉的一個程式 我們一般看到的這個AI即時換臉 通常是將你的檔案上傳到空間 然後再下載 他這要花費你的時間 但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即時哦 比如說我們今天接一個webcam 接一支擷取卡 然後擷取卡的畫面就即時的換臉 是這樣子的啊我昨天啊就看了一個 YouTube的叫做零度解說的影片 他就是介紹這一個 AI的即時換臉 你看他的頭髮是即時換臉過來的 然後我就按照他的步驟 一步一步的安裝 實現 發現說啊其實還有一些小細節啊 他可那一位YouTuber漏掉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啊就要針對這些小細節的部分在加強 還有我們會用這個 視訊擷取卡 我們這是我們公司的Fabon 179 Plus的HDMI的擷取卡 還有這個 USB的webcam 去做一個實現 另外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 並不是說所有的USBwebcam 都能用 這也是折騰了我蠻久的啦 為什麼奇怪怎麼插上去之後 人家那個YouTube 他都可以使用 我都不能用 原來是因為 那個程式啊會挑webcam 好我們先到YouTube去搜尋這個零度解說 然後你會看到有個有一集內容叫做Deep livecam 這一個影片 然後你到他的這邊有個連結 你就按下去 那你第一個圖片就是了 然後呢你就按照他的第一個連結 按下去 這個地方下載 進去 進去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做 這個release的地方 你就按下去 請你把這個前面這 四個東西 下載到你的電腦 怎麼下載你就 滑鼠點下去 他就直接下載了 好 一樣的到底第二個一樣按下去 他也下載 然後下載完之後我就把它放到 我的電腦裡面 就這四個檔案 然後你請你用你的Win RAR去解壓縮 這樣子按兩下 然後把這個給 拉到 拉到桌面 就解壓縮了 解壓縮之後呢 就長這樣子 接下來啊我要用這一支 USB Webcam 插到我的電腦去做一個測試 你在插入之前啦 請你先將你這一支的webcam的 鏡頭給關掉 就是 就是在那個 裝置管理員先把它給關掉 好這個步驟一定要先做到 然後這邊有個叫做 裝置管理員 然後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這個內建的webcam 你就把它給 關掉 把它解除安裝 解除安裝 解除安裝之後呢 這是webcam 再把它連接到你的 電腦 這邊 這樣子 這時候你把你這支webcam 先對著你的臉 先對著你的臉 這是我們剛剛解壓縮出來的檔案 然後呢他最下面有一個叫做 Star Portable NVIDIA 就按兩下 好你就等一下吧 跟大家補充一下我這套軟體啊 是針對於Windows 而且是NVIDIA的顯卡 如果不是的話 請你別不能用 這一個軟體 你可以 可能要參考那一個YouTube上面所介紹的 好 那我們這時候看到是長的這樣的界面 好你就把這一個 滑鼠 點一下這邊 Face Enhastment 就是增加你的臉部的這個 變臉的一個程度啦 這個是選擇你要什麼樣的臉 我選擇啊那個愛因斯坦 因為他的臉比較特別 第一個他是老人嘛 他頭髮比較怪異這樣子 把那個愛因斯坦的照片 我就放到我的這個 C朝根目錄這邊 這是Face 2的地方 這是愛因斯坦的照片 你去網路上抓 好我們再回到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啊你就把這個 選擇臉部把它按開始 你會看到這個錯誤訊息不要管他 你就去選C朝根目錄 他一定要放在C朝根目錄啊 那就選Face 2 然後等個5秒鐘10秒鐘 再按這個Live 你不要馬上就按了 馬上按的話 這個就出不來了 等了5秒鐘按下去 你要看注意這個右邊的這個黑色的地方 黑色會一直跑 有跑表示就可以使用了 就這樣有出來了嘛 表示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看這個左手邊這邊 這等一下會跳出一個webcam的畫面 嘿出來了吧 但是他流暢度啊並沒有很好你看 很鈍啊 因為我的電腦啊沒有那麼快 這一個的流暢度跟你的電腦的速度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電腦速度越快的話 我相信他的流暢度會越高 你看啊 他就是有時候會成功 有時候會失敗 啊有時候會補一個正方形的框框 我們現在是用這支webcam是可以使用的 那如果我用的是邏輯的這一個 Streamcam會怎麼樣 這是一般的邏輯攝影機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他是畫面是出不來的 好一樣的道理我就按這個 這個批次檔按下去 就跟他一模一樣 好出現了嘛好那我還是選擇這個 這個這個愛因斯坦的畫面這樣子 那按這個 跟他玩法一模一樣 但是很奇怪 這是webcam 他就是初步的來畫面 然後再按這個live 你看他這邊的黑邊啊一直都沒有出現這個 文字啊表示說他就是讀不出來 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在讀哦你看他這邊寫沒有回應哦 所以啊這支webcam是不行用的 為什麼不可以使用 我在猜啊可能是這一支 USB webcam他是ISOMO 那麼這一支可能是 BOCMO 好那我要證明這個論點我用這支擷取卡 我這支FEBON 179 PLUS擷取卡我等一下會連接一個 我會連接這支SONY的DVD 當成是視訊的來源 我會播一個我在日本玩的影片 然後啊透過這支擷取卡 灌到我的電腦 然後由該那一個即時的 換臉那個程式 來做一個測試這樣子 我這支擷取卡他是USB的BOCMO 如果這支可以用的話 那就是表示說我猜測的那個問題 應該是答對了 我換上啊這一支FEBON 179PLUS他是USB的BOCMO 然後視訊來源啊 我就給他吃那個SONY的DVD的播放器 HDI IN 我們先測試一下他有畫面這樣 這個AMCAP打開來 你看了有畫面嗎 我等一下就要將這畫面丟到那個 即時的 變臉的那個程式 好我們再打開該那個軟體 這個 按這個 好出現了嗎 那我換上這個 安伊斯坦的畫面 這個 好然後用這個 選擇加強 然後再等個5秒鐘10秒鐘 好這是按LIVE 你看就出來了 很快你看很快快有沒有 很快哦 好出來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 但是還是會失誤啦比如說那個人臉啊剛好在側面的時候他就會失誤了 正面就會成功了 側面就會失誤了 你看有時候出現這一個正方形框框 好啊我們這次換一個更好玩的 我換一個那個 周杰倫還是金城武的照片好了 很像周杰倫嗎我覺得還好 神韻好像有一點像啊 至少他這一個周杰倫的照片啦比較成功率比較高一點啦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一款 即時的換臉程式 他的優點就是說他你不用上傳到雲端你用你家的電腦就可以搞定了 第二點啦他是免費的 那當然還有很多缺點啊 第一個最大缺點就是他流暢度沒有那麼好 我不知道我電腦到底快還是不快 但是感覺就是大概就是每秒就一張而已 我覺得不夠快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你換臉的那個圖形跟你的原本的圖形 差異太大的話可能會 常常會失敗 可能會用個正方形來表達 比如說還有在這個側面的時候可能就沒有換那麼好 第三個缺點就是說 並不是說所有的這個USB webcam都能用 以我剛剛測試來說 像這個羅技的攝影機他就不能用 那我猜測這個問題可能是在USB 傳輸的格式 那我該測試的USBBOC mode的這個webcam 都可以使用 那ISO mode 都不能用 就可能用往這方向去 去去猜想吧 那如果啊你們各位要用這個 這套的換臉程式的話 請你一定要用這個BOC mode的這個webcam 或者是BOC mode的HDMI的擷取卡 才能夠使用